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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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在分析的時候 大家做法是什麼 我不是跟同學講 你們真正做法就是我在課堂上做的 三五個同學一組 或者六個同學一組 當作一個專題 兩位做 譬如說做歡迎用語的部分 兩位做交易的部分 兩位做客訴的部分 去蒐集資料 蒐集完以後呢 發展他的題目 題目要一題一題討論的 討論完以後大家把它真正 那題目做的過程不是有很多重點嗎 譬如說 不要一題兩問嘛 題目要用肯定句 然後你也可以另外一題 你也可以抓出一個叫做 真錯題 除錯題 可以用反向來問這個問題 還有呢 你在題目在問的過程中 絕對不能要以問卷答的人的對象 這個立場來寫 還有呢 你後面那個等五點亮表 七點亮表 這個亮表意思就是說 你分的層次嘛 那個層次呢 你在做的過程中 你一定要注意到 你用語跟內容 跟你的題目是要一樣 如果你用非常滿意 那你題目要念看看 是不是屬於非常滿意 同意 非常同意 還是滿意 非常滿意 你這個要搭配的啊 這是我們在問卷問好之後 好 問卷呢 題目的架構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至少三題 三到五題 如果可以的話 你設計到六題左右 因為你設計的好 你刪的少 你設計的不好 你刪的多 當你刪到剩下兩題的時候 那個題目就比較沒有代表性 那三個題目是代表一個架構 代表一個裡面的一個因素 是這概念的 那怎麼來 你把它做分析 你把它完成一個問卷之後 開始要做什麼 做抽樣啊 你要抽樣之前呢 你可以要做什麼 你要先做預示嘛 像我們不是拿來預示嗎 我們做了兩次總共90份 這就是預示嘛 預先試試看 預示好以後 再用什麼 性度分析跟效度分析 就是這一次考試的內容 性效度分析完以後 然後把問卷修正以後 才能做什麼 做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就是我們的抽樣了 我內湖區 我大台北地區如果五萬個人 我四五個區五萬個人 那如果每一個區的比例是多少 按比例去分配 還有一個抽樣的話 如果你要抽樣你上網 你上網有一個抽樣會幫你算的 會幫你算的 你可以直接上網 他幫你算出來說 到底是多少人 假設 假設我用這一個 隨便找一個Yahoo 四十個區 那時候要給別人在書 公司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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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文的部分比較少人去做這一塊 我們大致上的一種做法 全省全國的話 如果你是抽樣 兩千到三千份很多了 那如果一般區域性的話 大概三百份四百份大概夠了 大概就夠了 那我們的那個浴室 像我剛剛上一次在做浴室 大概九十份到一百份 就夠了 大概這種概念就比較處理 當然你可以看書本上有一些 針對抽樣做說明的部分 那抽樣完以後 開始正式施策 施策完以後回來是什麼 Coding 當然浴室也要Coding 上一次比如幫忙 其他同學都知道怎麼Coding Coding完的資料 然後除錯真錯才能做統計 第一個統計性效度 統計完以後呢 修改題目再去做 真正做正式施策以後 回來收集還是要Coding Coding不要忘記 每一個問卷都要編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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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博士 博士的規定大概五年 保留資料五年 你不要像我自己 我對自己要求很嚴格 我博士的論文 我做完以後 很多人用我的資料 真的很多 碩士生、博士生或者其他老師 我那時候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突破 我做機械創造力的一個測驗卷 我做出來了 然後現在很多中部地區 很多研究生用我的資料 打電話說 好 沒關係 你用 我說是不是可以 你用的時候 你把那個原始資料 最後你用完以後 你用原始資料給我 來做擴散 做後續的 把它叫做 generalization 叫做什麼呢 叫做普及化 叫做 這個 就是讓它更完整 我還保留著 我絕對不讓人家 任何對我的東西有質疑 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專題製作第一屆 我帶來的時候 三年前 我帶來的時候 同學很認真 很認真在做 結果做得非常好 我們那時候還是外聘 老師來幫忙做 就是現在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專題製作完以後 要報告嗎 給分數嗎 是找外面老師來 結果外面老師 就說 你們資料哪有做得這麼漂亮 這一定是假的 我們六個同學 當場哭了 當場哭了 很生氣不敢講話 一出來馬上打電話給我 我就跟同學說 我就說 你們不用擔心 不用傷心 你把你的問卷拿出來 他說 有一半在這裡 另外一半在這裡 我說你通通去抓過來 拿好以後呢 我說你們在那邊等我 拿好以後 我就去找那個外面的評審的教授 我說某某教授 我是這一組的指導老師 我只要證明一件事 我打倒你一點時間 我證明一件事就好 我的load data在這裡 你剛剛所看的統計 從性度、效度到F考驗 然後regression都在上面 這個資料的load data在這裡 這load data就是 你們看到這叫load data 對不對 你記得吧 這叫load data 在這裡 而且呢 我跟他說 這前面這個編號 從第一號到三百幾號 號碼都編在問卷上面 如果你自己找 隨便抽一個、抽兩個、抽三個 你對照裡面 如果有錯的話 這一組通通不及格 我自己自行處分 我這樣講 結果那個校外委員 馬上跟我報道歉 他說 就是因為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有點懷疑 開玩笑的講 我說你不能開玩笑 你一開玩笑 我們學生完全就覺得說 我那麼努力被你否定了 我不能接受 這是千真萬確的故事 我不騙你 我不騙你 然後那一組同學 我叫他整理過以後 他去參加 第一次 我們氣管系 第一次出去參加 入圍的就是這一組 參加全國的還入圍 這是概念 你願意不願意去遵守這個 我是很遵守的 我的研究生至少三十個吧 從以前到現在我的研究生 後來我到中華科 他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研究生 那個研究生是澳門的僑生 結果好像聽說沒有人願意指導他 找我 我說好沒關係 他最後還做得很好 論文還在我那邊 做得很好 我的研究生 資料我都要求他保留 碩士班 碩士班保留兩年 我叫他保留三年 三年以內 你不要給我丟 三年以後你要丟我沒有意見 那博士班的同學一定是五年 有幾個在南部的 我共同指導他們 共同指導博士班的 我要求他們保留五年 我自己到現在已經十二年 十三年了 十五年了 八十八年到現在一零二年 十四年了 我還保留著 這是概念 所以你們將來做那個一定要保留 那個真正的依據 真正依據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自己要求非常嚴謹 我對別人要求 當然我不一定可能這樣要求 可是 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尤其是學術 學術的觀念是 如果你被 拉出來是抄襲 掛名 真正被拉出來 而且有證明的話 你所獲得的 包括你的 如果這一篇是拿來升等 升等從助理教授升等到副教授 副教授是取消 追回 追腳回去 叫一步追腳的 而且沒有黏線的 沒有黏線的 你看多嚴重 所以我必須要對我自己的東西負責任 這是概念 接下來 你統計完以後就剩下什麼 做T考驗 F考驗 我比較抱歉的是 我到這裡只有講到F考驗 T還沒講 還有Regulation 就是回歸 這個都是沒有辦法在很短時間講 按理說 研究方法這一門課 也不可能講到那麼多 我已經幾乎都是 完全是用這種方式告訴你 將來你們在做專題可以做的方式 還有T考驗 F考驗 還有MANOVA 還有其他都是統計的 將來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自己各組的專題製作老師 會告訴你怎麼做 那如果真正覺得有必要問我 我隨時在你可以問我 我也可以幫你們做一個解說 這是這個部分 統計完剩下才是什麼 解釋跟結論 解釋跟結論 我大致上簡單的告訴你 以這一題來看 這一題來看 我們的研究目的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說 上市公司與不同背景的上市公司的科技員工 對這個叫什麼態度 這叫做自我價值是否有差異 這是我的研究目的裡面的一項 那我可以提出研究假設 要提不提都沒關係 我的假設是說 上市公司 不同上市公司 或者上市與否 上市與否的科技人員員工 科技員工 公司的員工 在自我價值上的感受有差異 這是我的假設 有差異 好 那有差異之後 我經過這樣的F考驗 考驗出來結果 確實有差異 那我的答案是什麼 針對研究假設 那個研究假設3 研究假設3 研究假設3 獲得成立 獲得成立 那成立是一樣 研究假設3成立 答案是 上市公司的科技 上市科技公司的員工 對自我價值的感受高於非上市公司 這就是答案 標準答案就出來了 標準答案出來之後 剩下又是非標準答案是什麼 那你要解釋為什麼 如果你的專題製作沒有解釋為什麼 那只不過是練習統計 如果你要解釋為什麼 那怎麼解釋吧 你必須要回去看你的文獻分析 你去上網找跟科技上市公司 有關的東西看 是不是別人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他這樣 我們不是這樣子 或者為什麼他不是這樣子 我得到結果是如此 那你要做說明 那這個說明就是你真正的結果了 你要去自言取說 你要用理論去說明它 要說服人家 那就是結論了 結論是說 因為上市公司的 上市的科技公司 上市的科技公司 在社會的觀感上 它比較受人家氣重 也就是他的所謂的公司的名聲 比較讓人家能夠接受 所以對員工來講 自我價值它是比較高的 這就是解釋嘛 這就是答案 那接下來呢 這是結果 建議是什麼 建議是說 未上市或申請中的話 如果可能的話 應該盡早的上市 對員工的自信心 自我價值會提升 只建議啊 這樣知道嗎 每一題都是這樣做 好 如果你這樣做 就從研究目的 研究題目到目的 然後再來方法 方法完以後呢 再來設計問卷 製造工具 工具完以後做施策 施策完以後做統計 做分析 分析完以後呢 下結論 結論下完 依照結論找出建議 不就結束了嗎 回歸到 回歸到我第一次上課 我說我這一門課 會跟人家上的不一樣 會跟人家上的不一樣 這本書你通通用得上 這本書的內容都有了 我都講了 只不過我把它重整過 我重整到什麼程度 就是你從開始到最後 然後你們還做範例 範例做好以後 就是真正一個研究 只差什麼 只差說我沒有把它變成一個研究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統計數據 願意的話 我不是叫你們去練習看看嗎 這個統計數據 你把它跑出來以後 你自己寫看看 如果寫看看 你就可以從頭到尾 整理成為一本報告了 很好的報告 很好的練習的報告 回歸到我當時要跟同學說 我希望這一門課 是從頭到尾 把它輪出一個完整的專題製作 應該是算達成沒有百分之百 但至少八成五到九成了 有做出 做到這裡了 好 我大概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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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